旧台九县大雨太平到三明段两旁芒果露树结石累累 成熟落果造成环境脏乱 同时也因为落果担心会影响到行车的安全 政工所接获民众反应要进行芒果树的修剪作业 而在这之前是开放给民众来摘采 鲜石或腌制成芒果青都可以 旧台九县大雨经过太平桥到三明路段 沿线芒果露树结石累累 成熟的果实落果落底破裂 芒果之意横流滋生果蝇蚊虫造成环境脏乱 湿滑的果皮之意如小石头般的果核 也违继到了用路人的安全命众向真工所反应 台九县玉里到三明段道路拓跨的工程 沿线芒果树危害已不在 但在旧台九县路段两旁芒果树 生机盎然 结石累累 对过往交通仍深居威胁 激活民众反应的预理政工所也相当重视 近期内也将展开芒果树修剂作业 而在这之前政工所也开放 欢迎民众来采果 不论鲜石或腌制成芒果树都相当适合 政工所也特别提醒民众若前往采栽 请注意自身安全同时勤募影响来往行车动线 并表示修剪改善芒果路数树型以及树膏 让用路人有明亮的视野 也增加街道的美感 接着是玉兰玉璃镇采访报道